这是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前 这是震后八天 这是现在十周年的样貌 看着自己家乡一步步重建 居民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但也不少担忧 死急的土地恢复生机 日本各地的重建成果台湾也出了很大的力 根据日方统计台湾对东日本大震灾的捐款至少200亿日元 依照当时汇率约为73亿元台币居世界之冠 凸显台日两国的深厚情谊 探求台日渊源为主题的纪刊熏风曾刊出一篇文章 当中指出在灾灾发生后五天 台湾刺激功德会到日本各灾区 发放热食等各种物资近10万吨 还有工程县南三陆丁邮政委的公立医院 台湾红石自会也捐了22亿2000万元帮助重建 占总建设经费的四成 2015年11月重建完成 医院前方还设有日本东北与台湾之牵绊的石碑 另外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也在灾灾发生后四个月 招待共签名日本灾民参加台湾希望之旅来台散行两周 有灾民就透露当时参观南投的921灾灾纪念馆 让他因此得到莫大的勇气 为中心综合报道